終於我要和你吃飯了 乾杯 之前你這麼忙 還要犯了拉叔公這麼無聊的事 不好意思 其實你的裙子真好看 上次你們的法庭 我太忙了, 連切稱讚你 其實這次找你出去吃飯 有些事我要提前和你說 什麼事? 我接了霍俊誠的案子 其實你工作上有什麼安排 你不用跟我交代 要的, 其他人怎麼想, 我不會管 但是你的想法是怎樣 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知道這件案子不是為了錢 我想利用霍俊誠 是任聶先生出來 什麼? 為什麼你要找他出來? 他之前有一個人出來交貨 但是安排他最激秀的要殺他 後來是找你擋子彈 他對你們做了這些事 我一定要找他出來 接受應有的成人 聶先生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連警察也不放在眼內 你是什麼? 你是一個律師而已 就算你真的找到他 那你可以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之前一直在想 好像他這種人 一定有人會對付他們 好像我旁邊的那個男人 他經常打老婆 我勸就勸過, 警告就警告就沒用 我終於忍不住, 我動手打他 事情這樣就平息了 到那一刻我終於明白 對某些人 某些很荒謬的事 還擊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就算我知道霍俊成疑心很重 很難信任我 但我無論如何都要嘗試 既然你這麼堅決 我想我說什麼都沒用了 至少你可否答應我 你做什麼都好, 都一定會小心 你放心吧 這個平安符是你送給我的 但現在我想拜他在你身邊 謝謝 謝謝 是借給你的, 遲些還給我 還有, 有什麼事 你第一時間要跟我說, 知道嗎 我真的很喜歡你現在擔心我的樣子 既然你決定了, 那我們就沒話可說吧 既然你決定了, 那我們就沒話可說吧 對, 別再說了 歡迎大律師 怎麼了?跟女兒吵架嗎? 她知道我接了那件案子, 裝我爛壞 女兒沒腦子 女兒哄一下就行了 哄什麼?她只會不懂想 有生意不接嗎?有錢不賺嗎? 這樣想就行了, 女兒去女還在嘛 我一定帶著你賺錢 去找美女, 替大家討好她 好… 又不喝了? 看你不出了 去找美女 慢慢說話, 你先走開 我知道了, 我等你了 聽我說, 你弟弟真傻 我那個聶先生不信人 上次我在參贊面前不斷他一句 他馬上不討我了 照你這麼說, 他不單是小器 還很毒 這頭和我弟弟好像沒事 那頭找人佈他 我們在說他想把女兒收到這件事 你弟弟算好運 聶聶這傢伙, 現在沒運行 他整批東西在度假村下跌了 搞得參贊故意打來問我什麼事 我就說他們國懷鬼胎 他們倆有什麼關係呢? 我叫他來玩, 不是來聊這些事 別說這些行不行 你享受行不行 這女兒呢? 大師, 這麼早走? 明天早上職場 不用擔心霍先生了 他玩得這麼開心, 無敵數很流行 明白, 那不用你載你回去嗎 不用了, 我喝了一點 我喝了一點 不要告訴我你不認識他 我妹妹看錯了, 不是2009年12月 是2009年第12件 對於一個下屬來說 有時信任比萬產更加重要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 求勝根本不知道未來的日子 是要打一場硬仗